好来看到导航又搞乌龙了 来自南投的高姓女子一家人 开车到台东旅游 晚上准备前往泰玛里民宿过夜 跟着导航的指示呢 却一路开到了金峰湘的山区 那么受困迷路了 而警方获报组成两车五人来救援 在紧离的山埃处找到了女子一行人 顺利将人再下山 警方和村民一行人穿原落叶 泥泞成堆的产业道路 终于在近临山崖处 找到了报案求援的高姓女子一家人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休旅车怎么会卡在这里 你怎么了 不能开话还是怎么样 你是迷路 疑问之下才发现原来是迷路了 故信导航在山区迷路 请警方协助脱困 来自南投的高姓女子 11号开车载着全家人到台东旅游 晚间准备前往位在泰玛里乡的一间民宿入住 循着导航的指示 却被带到了金峰湘兵茂山区 警方获报后 组成两车五人的救援队 驾驶四轮传动车入山搜寻 动员泰玛里分住所 金轮派出所及多辆派出所等三所警力 前往山区搜救 导航迷航害了一家人出游记 变成了惊魂祭 好在警方和村民很快就找到手困地点 驾驶巡逻车将人载送下山 平安回到民宿 警方也提醒 手机导航因为山区讯号不佳 或是导航以较短的路线来计算等因素 会引导驾驶开进产业道路 容易迷路 建议可以借由问路 或是在地报警等待救援 以防遇到导航迷途的情况 既是沙扎会金风向报道 发展 发展